戴上硬頸的帽子 他們就向耶誕老人 佳節送禮到如名之家 這份禮有開心有快樂 同理心出發 因為我聽老師說 爺爺他們已經是 從戰爭回到台灣的時候 就在這邊 然後要過來關懷爺爺他們 覺得這些伯伯 終於有人可以來陪伴他們 然後我們的表演節目 希望也可以讓他們很開心 舞蹈團配合慈濟活動 到如名之家關懷有十年了 看到他們有時候頭往下垂 又覺得很落寞的樣子 當他看到我們來的時候 眼睛一亮 或者說當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他看眼神對峙的時候 他會一直流眼淚 因為我們裡面也很多 都沒有爸爸了 就覺得說 好像就跳舞給自己的爸爸看 在板橋榮民之家 志工們逐漸拜訪 邀爺爺出門 剪髮 剪指甲 阿伯的指甲比較硬 比較不好剪 比較會更用心 阿伯太可愛了 我幫他剪他就很開心 又很感動這樣子 我就很關心心跟他們剪 拋開族群繁離 真誠相待 志工們的定期關懷 為如名開一剩交流的窗 來自我的師妹 咱們都李懶志工 係被報答 除了